好,所以今天要讲黎尔克的诗,我用中文讲,黎尔克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诗人,他的诗充满德国哲学观。 那德国哲学观,它是一个蛮神秘的东西,就是那种哲学家走一趟黑森林跟世界万物共存,然后出来就对于人生啊,然后存在啊,然后人与万物的关系就有一番新的体会这样子。 那黎尔克他的诗,他着重的哲学思维是稍纵即逝的现存世界。如此稍纵即逝,那他的意义在哪里?他的美在哪里?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 这个跟他个人的背景有关系。你看他名字,他中间那个是Maria,他是一个男的,可是他中间名字是女生,因为小时候他爸妈先前已经有一个女儿夭折了,所以他们太想念女儿,就小时候把黎尔克当女孩在养。 他那个求学阶段呢,也是就是被冷落很孤单,长大成人之后呢,原本从商,原本有考虑要读法律,没兴趣,从商,没什么兴趣,他专心就是想做文学创作。 后来他爱上一个有夫之妇,但是人家没有把他就是甩掉,就是把他当朋友关系,所以譬如说他就会跟他的爱慕的女人以及那个女人的先生,然后三个人一起出游这样子,那很神奇。 但他真正成名的作品是他跑去法国认识名雕塑家罗丹之后,得到了启发。 雕塑是什么?不就是把现存世界的一般物质赋予他新的意义的过程吗? 拿一块大理石,没什么了不起,可能就是价格稍微贵一点而已。 然后经过艺术家的感官、思维、雕刻,弄出一个万事不朽的一个经典的雕塑作品。 不但是充满艺术家的用意,还扛起这个作品背后的历史脉络,艺术脉络,审美观。 藉由人的塑造,把这个物质赋予他新的意义。 这个对利尔克有非常大的启发跟启示。 那利尔克他不是雕塑家,他是诗人。 但是在同样,就是同理可证,他也觉得写诗也可以藉由对于现存世界的观照,赋予他新的意涵。 让他从一个稍纵即逝,现存世界可以提升到万事不朽的一个抽象的世界。 或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文化传承的世界,一个人思维的层面。 所以我们今天要读四首诗,前面三首来自他有一本诗集叫New Poems,就是遇到罗丹之后的有一些新的启发。 那第四首诗是来自一本诗集叫做杜伊诺婉歌,Elegy是婉歌哀悼的那个婉歌。 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只读四首。 那这个杜伊诺婉歌,他的那个架构跟写法就是比较指导哲学的核心。 新诗那一本比较像是藉由个别观照,然后体现出他的哲学思维,比较不是抽象思考,而是个案去处理。 但是杜伊诺婉歌就真的就是在进行哲学的论述了。 那我想大家忙着期末考应该没有抽空去看吧,对吧? 有人先看吗? 没有,OK,好,那我就一手一手带你们看。 虽然他是德国诗人,但是因为现在就是国际语言是英文,所以他的诗作的英译本也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我们即使变语言是英语,还是有他的文学价值。 就是之前有讨论过嘛,翻译诗很难意识与文风兼顾。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课本选的这个版本已经做得不错了啦。 虽然文风什么压运格律什么的会跟德文有差,但是单就英文诗来看待,也是很有就是文学造诣的。 好,我们看第一首是《The Archaic Torso of Apollo》,《阿波罗古老》的躯干。 它这个是,呃,李尔克在罗浮宫看到一个五希腊雕像。 但是这个雕像呢,没有头,没有脚,没有四肢,它只有躯干。 一个,呃,路诗有讲它是一个年轻男孩的一个躯干。 那他看着这个雕塑,然后,呃,对他有感受。 我先把英文念一遍,然后我们, 对,呃,诗不一定,就是每一个诗节不一定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思维, 所以,我整首先念一遍,然后我们再慢慢看。 《Archaic Torso of Apollo》 We cannot know his legendary head With eyes like ripening fruit And yet his torso is still suffused with brilliance from inside Like a lamp In which his gaze Now turned to low Gleams in all its power Otherwise, the curved breast Could not dazzle you so Nor could a smile run through The placid hips and thighs To that dark center Where procreation flared Otherwise, this stone Would seem defaced Beneath the translucent cascade Of the shoulders And would not glisten Like a wild beast's fur Would not from all the borders of itself Burst like a star For here there is no place that does not see you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好,所以即便第一次听没有就是抓到所有的细节 但是相信你们有听到几个比较突出来的字 或是也许有一些片段的意向有出现 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他在讲什么 We cannot know his legendary head With eyes like ripening fruit 看不到他的头 刚刚讲的嘛 雕塑只有躯干 但是他同时又却说 他的眼睛像是正在成熟的水果或是果实 你都看不到他的头了 但是李尔克记得他观照的不只是现存的东西本身 而是当下存在与未来升华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雕塑躯干是当下存在的 但是不见的那个头就是已经升华的部分 所以在李尔克的感受中 这雕塑的眼神像是正在成熟的果实 正在成熟的果实给人什么样的感觉啊 他已经不是当初这个苦涩的样子 他已经渐入家境了 已经就是成熟嘛 已经变得完整完满 而且也是最丰富有内涵的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种 顶尖的状态 一种最完善的状态 他的眼神 是这样的饱满完善 而且是处在传奇头里面的这个 这个宝满的眼神 所以虽然看不到 And yet 可是 His torso is still suffused with brilliance from inside 他屈干 还是由内而外 充满着 Brilliance这边是 它回归原本的意思是光芒 刚刚有同学想要发言吗 还是只是忘了关麦克风 没关系 你忘了关 我看他们能帮你关 没有 他单纯开个麦克风来打分题 非常好 好 对 所以 虽然只有这个躯干没有头 但是看着躯干 躯干本身由内而外散发的一个强大的光芒 Brilliance Like a lamp 像是 灯 lamp 翻译中文也有很多不同灯型 比如说接灯有一个说法是street lamp 台灯 desk lamp 就是一个功能性的灯 不是房间的大灯 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 所以应该讲的是一个提灯 油灯那种灯 所以他这样吧 光芒有内而外散发就像这种提灯一样 in which his gaze now turn to low gleams in all its power 而在这个光芒之中 在这个光芒之中 这个雕塑的注视 它看着你那个眼神 它的注视 它的强度现在是转到弱 就像那个提灯 你知道那个火焰你可以转到小转到大 它这个光芒 它这个光芒 它眼神注视的那个强度 现在是转到低强度 但是依然这个闪烁着充满着力量 所以目前为止整体给你的一个形象就是 那一个意象就是 你看得到的只有躯感 但是你看不到的整体的雕塑这个形象呢 是一个物质发光的 看着你的一个人像 Otherwise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The curved breast could not dazzle you so 它胸前的曲线 就是那个胸肌的那个曲线 就不会如此 让你的 就是在你的眼神中闪烁着 dazzle就是闪烁着 让你觉得有点刺眼 所以就它的写法 它已经假设说 我看一下 它从我们 一开始一起看这个雕塑 现在直接指向你这个读者 它自动 它已经假设说 你受到这个雕塑 这个雕像的影响 所以如果不是上面讲那样的话 它的这个胸前的曲线 无法在你延伸中闪耀 也不会 nor could a smile run through the placid hips and thighs to that dark center to that dark center where procreation flared 所以它是从胸前现在讲到宽骨 大腿 通常它说没有四肢 是说大概大腿有个开头 或是有一个上半大腿 但下面就没有了 所以它讲到这边 然后又把这个形状比喻成smile 微笑 它就是一个V字形嘛 然后到了 就是V字形 就是结合的地方 就是属西部 它把它比喻成 一个黑暗的中心 而在那里 procreation是繁衍 繁衍在那里 燃起 flare flare up 就是火焰燃起 所以 看不到的头 成熟饱满 注视着你 上半 那个胸前的部分 在你眼中闪烁着 下半 属西部那边 也是燃起了繁衍的火焰 这是意象 像是一个充满能量的意象 Otherwise 若非如此 This stone would seem defaced Beneath the translucent cascade of the shoulders 所以它现在又回头讲肩膀 它说肩膀是一个透明的瀑布 Cascade是 比较旧的对瀑布的成为 所以它说肩膀像一个透明的瀑布 但当然大力是不透明 但是它这边讲的意思是 晶莹剔透 晶莹剔透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意象 不是说你真的看得过去 而是让你觉得好像 就像水滴一样 所以它比喻成 就好像就是 我刚刚讲提灯嘛 可以由内耳外发光 所以若非如此的话 这个肩膀这样子 晶莹剔透 像个瀑布一样 之下 之内 的石头 就会像是毁了 毁了面容一样 那这边毁了面容 它其实意思是玷污了 不完美了 所以若非上面讲的那样的话 那你看着它肩膀 不会觉得它晶莹剔透 里面散发着光 也不会闪烁 Glisten是另外一种闪烁 这种就不会让你刺眼 不会像是野兽的毛一样的闪烁 那 当然大理石雕像 跟野兽的毛没有关系 它这边是借用这样的意象 把野兽的毛给你的感觉 借用套在看这个雕像给你的感受 也看到野兽的毛就是你看到野兽的毛 近距离看到了 你近距离跟一个大自然野蛮的象征物 能够接触 能够感受那个野兽的那个 无法驾驭的能量 它要把这个感觉 用来形容说 你看到这个雕像的感觉 是这样的 然后最后若非如此就不会 from all the borders of itself burst like a star 若非如此 这雕像就不会从它自身所有的边界 爆发出来像一颗星星一样 那它这边我想的意义是 它的用那个星星的意象就是 那个夜空中本来一片黑暗 在黑暗中一点光芒 像是爆发出来的一样 是一个光与暗 明与暗 有与无 这种绝对的差异 所以它到这边 这几种 从这个第一个若非如此 一直到这边 它都是用否决句 若不是这样就不会那样 它这样的写法就等于是 把你带入它的立场 如果它直接说 你看到雕像会有 什么样的感觉 用正面的方式讲的话 你可能还会怀疑 是吗 真的吗 或是你可能会想要努力 去想象去跟上 可是它用反面的手法 一定是这样子 不然不会那样子 你身为 我们身为读者 就是等于是自动被带入了 比较容易去想象那个感觉 然后到了结论 这样的雕像在你面前 用隐形的眼神注视着你 对着你发光发热 充满野蛮的能量 for here there is no place that does not see you 在这里 没有一处 你可以躲掉 不管你怎么 面对这雕像 雕像永远都看得见你 都在注视着你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你必须改变你的人生 好所以我们来看 那个这首诗 我问的是什么问题 why do you think or archaic torso of apollo ends with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对我就是问关键问题 为什么它是这样子结尾 要像讲的好好的 为什么最后一句讲说 你必须改变人生 这观点在哪里 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 比如说 如果你有一个楷模 然后你在他面前 在做一件事情 要表现给他看 或是你敬重的人 或是你 向他看起的一个人 你在他面前的表现 你总会觉得 想要表现得最好嘛 你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呈现出来 你要让人家觉得 你是一个很好的人 很有能力的人 呃 很值得关照的人 但这边是类似的逻辑 只不过在这首诗里面 所谓的表现 其实就是存在本身 你只要在这种雕像前面存在 因为它是如此有热量能量 如此已经就是处于半升华的状态了 这样注视着你 你就很自然而然的 想要表现出最好的样子 但是因为这个雕像 它是艺术 它大理石的部分还存在于现存世界 可是它是艺术作品 已经可以说是升华到不朽的境界去了 所以你身为凡人 我们读者身为凡人 面对着这个雕像 怎么做都不够好 而且你还躲不掉 因为它说 There is no place that does not see you 你只要面对着它 你就躲不掉 说更极端一点就是无地自容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唯一的选择就是你必须要 自己也必须要生活 这首诗是里尔克最有名的首诗 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光是在讲一个雕像 它的意象就充满着它 我们刚刚提到它的哲学关怀 现存世界和升华世界 烧纵即逝的物质 与永垂不朽的艺术 而且这首诗等于是演绎了 两者的碰撞 相遇 就在你看着雕像的同时 雕像也用它隐形升华的眼神 看着你 告诉你说 你可以更好 你不只是烧纵即逝的物质而已 这首诗有名道课本还下面还给我们赴德文原文 我是看不到德文啦 但是如果你有修德文的话 就这首诗也可以欣赏一下 好 这首诗你们有想提问或讨论的东西吗 会决定用中文上比较好懂吗 会 太好了 我其实在考虑说未来的文学课 要不要改用中文上 因为 相信你们也有感受到 就是这两个学题 所以成效未必是可以 就是成效可以成效可以更好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首 The Panther 好 好 我先念给你们听 这首诗它有一个那个 开头有给你设一个场景 这个地方是巴黎的动物园 其中一个动物园 现在大部分都市都通常只有一个动物园嘛 就是所谓的私立动物园 但一开始动物园大部分是私立的 或是有钱人开的 或是非盈利组织开的 所以一个大都市可能会有两三个 就是小型动物园这样子 那十九末二十出 可能不止一个 所以 这只是指定说是在这一个动物园 The Panther His vision from the constantly passing bars has grown so wary that it cannot hold anything else It seems to him there are a thousand bars And behind the bars No world As he paces in cramped circles Over and over The movement of his powerful soft strides Is like a ritual dance Around a center In which a mighty will Stands paralyzed Only at times The curtain of the pupils lifts quietly An image enters in Rushes down through the tensed Arrested muscles Plunges into the heart And is gone 好 我们来看这支报到底怎么了 His vision 他的视线范围内 From 我们这边可以解释为 因为 因为一直不断的在 就是 那个 铁栏杆前面 就是晃过去 Passing by 因此 已变得如此的疲劳 以至于 他已容不下任何其他东西 我相信你们有过类似的经验吧 譬如说 那个 譬如说搭公车 然后公车就是窗户上面也有贴广告嘛 所以从里面往外看 是一个小洞一个小洞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 公车晃来晃去 你看着那个窗户上的小洞 小洞看久了 就开始盲了 头晕了 那种感觉 或是你看一个杀窗杀门 也是这种概念嘛 就是 在他近距离前面 就是晃来晃去 晃来晃去 到头来 你眼神视觉范围内 就是全部都是杀窗 后面是什么 已经看不到了 但这个不是 公车或是杀门杀窗 这个是铁栏杆 你可以想象就是这支豹 关在那个铁笼里面 然后整天在铁栏杆前面都晃晃晃的 就是心中只看得到这个铁栏杆了 外面的世界已经 几乎是注视不到 看不到了 跟他已经隔离了 所以下面就是讲这状态 对这支豹来说 似乎有成千上万的栏杆 而在栏杆后面呢 没有一个世界 所以是他在 cramped cramped 是空间狭窄的形容值 所以随之他 在狭窄的圈子里 舵步 pace 舵步 over and over 一而再 再而三 所以他这边就是在栏杆里面 他不是来回 他是绕圈子 一直绕圈子 一直绕圈子 他强而有力 但是又轻声 无法的活动 的移动 movement 所以这里在描述 他走动的方式 抱得像猫一样嘛 你看猫慢慢走路 那个样子 但你要想象 就是这只猫很大 而且就是 是一个 略实性动物 像狮子 像老虎 这样子 他的步伐 又强而有力 但是又非常的轻声的 他这样的移动 这样的movement 像是一个 仪式性的舞蹈 Ritual是仪式 然后跳的是围绕 这个中心 在跳舞蹈 而这个中心 之中呢 一个强大的意志力 被瘫痪了 Paralyze是瘫痪 所以这只豹 就是写到这边 已经开始就是 肉体与精神分离了 他的肉体 就是关在铁笼里面 绕来绕去 然后满眼都是栏杆出不去 但是他心中 还是有一个 成而有力的意志 只是无处发挥 只能在他圈子的中心点 摊在那里 但是并非两者完全分离 因为他走动的过程中 还是有体现出 他那个强大的意志力 又强大又轻声的步伐 这个用来形容人的话 就是一个意志力的展现 强大通常伴随的是大声 但是他靠着意志力 把它变得轻柔的声音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知道那主要是因为 猫的脚是软的 但是以意象而言 这个意象是存在的 Powerful Soft Stride 而且Stride是大步的步伐 这样的步伐 跟他强大意志力 是相呼应的 Only at times 只是有时候 所以有一个转折 The curtain of the pupils lifts quietly 眼神 Pupil 是眼珠子 钱的莲子 升起 静静的 安静的 轻柔的 升起 好 他这边讲的不是眼帘 眼帘是中文的比喻 他这边讲的是 他前面讲说 满眼都是栏杆嘛 没有一个世界 内心 外面没有一个世界 内心的世界无法展现 所以 这样的隔离 有点像是 我们说眼睛是灵魂的窗口 那这个窗口上面就像是挂了帘子一样 内外隔离 但是 仅在少数某些时刻 这个 灵魂窗口的帘子 升起了 内外相通了 an image enters in 有意向进入 它的强大意志里了 rushes down through 快速流窜 经过 hensed 是 出力的 有用力的 arrested 这边是静态的意思 你们看到字根是 rest 休息 的肌肉 muscles 所以他这边 还是在描述爆的状态 即便无法施展 他的威猛 但是他的肌肉 依然是 有出力的 没有软掉 是出力的 而且 并不是在使用 它是物质的出力 静态的用力 像如果你没有看过 那个就是 肌肉男 那种肌肉 他即使没有在用力 可是他肌肉还是 好像要蹦出来 那种感觉 所以他从他的眼神 进入的那个 异象 串流 经过 他这样的 肌肉 plunges into 我们这边 可以说直导 直导 他的内心 然后就 不见了 消失了 这首诗 他虽然在刻画的是一支豹 但是他用以刻画的角度 还是人的角度 是我们透过栏杆 看到这支豹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这支豹什么时候 意志会突然清醒 然后眼前的画面 看得清楚 然后整个有看进去 有看懂 但是我们并不晓得 这个对他的影响 是什么 所以他结束的时候 只能说这image is gone 不见了 脱离了我们 身为人类观察者 能理解的范围 但是在这一刹那 就像那个扇手师 人跟雕像之间 在这一刹那 我们在看的那支豹 突然看到我们了 真正把我们看到了 看见了 产生了这种联系 这种连结 然后下一秒呢 又不见了 好 我们来看 我想问的是哪个问题 2 Do you think the panther and the swan are trying to say the same thing 好 所以是两首诗的比较 我们这首诗的意向 我们先留在心中 跟下一首来比较 那 这首诗 报这首诗 你们有想提问 或是有什么想法吗 当然现在动物园 是比较没有那么残忍 就是把动物都关到 小小的笼子里 现在动物园 大部分都尽量提供 更大更宽敞的空间 但不可会言的 对于很多野生动物而言 动物园能够提供的空间 还是很小 所以有很多动宝人士 伸张说我们应该取消动物园 把这些动物全部解放回去 是不无道理的 但另一方面 有些动物园 他其实不是观光用的 他是保育用的 英文会用不同的名字 他叫 conservatory 我打给你 conserv 就是保存 那那一种就是 富裕 用来富裕 野生动物的 当然是要另当别论 好 我们看下一首 这些动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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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来看这一首 他第一句,他第一诗节就是一句话 所以我们先看他整句的结构 这个哇啦哇啦这个东东 就像是天鹅可以说尴尬,可以说不顺畅的行走 所以他是把什么东西比喻成天鹅在路上的行走呢 laboring through what is still undone 勤奋的劳动处理尚未解决的事情 to labor through through就是穿越通过透过 这边可以把它解释为完成或是结束 所以藉由勤奋工作 把这些该办的事情都办完 尚未 done就是完成嘛 所以undone这边就是尚未完成的事情 这样的努力勤奋呢 就如同as though 我们双腿绑起来 在路上 way是道路的意思 在道路上一泊一泊的 沿着这个道路 Hubble 一泊一泊的行走 所以他是把人在生活中处理一堆杂七杂八的代办事项 这样的劳动过程 先是比喻成好像我们绑起了双脚的寸步难行 然后又把这个比喻成天鹅在路上行走 所以这诗节其实是很有逻辑发展性的嘛 先是给你实体现象 再给你第一层比喻 然后第三句才扣回题目 所以从第一诗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其实要讲的就是第一句这个东东 人生充满着要做的事情 这种状态 他想要对这样的状态做一些评论 然后他评论的方式是用天鹅的意象 所以他藉由这三句 把这个状态连到天鹅去 那我们看接下来怎么发展 好 这首诗第二第三诗节 是一句话 很长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就不要管文法了 我们就一点一点慢慢看 And dying 而死亡 死去 或者号中间跟你讲 他确切讲的是死亡的哪一个面向 放下 不再感受我们每日站在上面的那一个坚实的地表 所以对他来说 他要他要讲的死亡的面向是 脱离 踏实的存在 记得我们一直在讲这个物质与昇华 脱离踏实的地表 就是一种昇华 所以这样昇华的死亡 就像是 他这边是指天鹅 他焦虑的 让自己 落入水中 好了 我刚刚说不看文法 还是要看一下文法 这个 这一句的写法 非常的另类 严格上来说和文法 可是 你应该这一生再也不会看到这样的写法 Letting himself fall into the water 这一件事情是一个名词 它是以动名词为主 动名词就是动词到名词用 所以这个算是一个名词 那因为他这个动作后面还有授词还有状况 所以从动词到授词到补语的部分 就是要落的话是要落到哪里 Let是让嘛 让后面是让他要干嘛 十一动词的补语 必须是一个动词 这个动词的 那个 补语 就是到哪里去 进到水里 所以这一整件事情 是一个名词 因此 可以用anxious焦虑来形容它 它这个行为充满着焦虑 带着焦虑进行这样的行为 好 所以我们讲到这边是 人的死亡与生化 从每日的羁绊的生化 就像是天鹅焦虑的让自己落入水中 而这个水呢 轻柔地接受它 而且这个水呢 如同充满着敬畏 reference 是敬畏 与欢乐 joy 开心快乐 欢乐 这个水如同充满敬畏与快乐呢 在它的后面开启 draw back 它原本意思是向后退 那这边就是你知道 看船啊天鹅在水中滑行嘛 水就分岔两边 从它身旁滑过去 in streams on either side either 就是 both 所以两边的水化开来了 这样化开来的这个状态 诗人说像是充满着敬重与快乐 同时 华尔 接下来的动词是天鹅 所以同时天鹅 充满无限的静默与意识 所以它完全了解它的状态 但是它并不觉得需要表现出来 这是一个很高尚 很尊贵帝王之姿的一个态势 所以下一句就讲 in his full majesty majesty这个字 只会拿来讲国王 我贝课的时候有上网查中文 中文翻成专横 就是蛮横的那个横 专横 就是帝王之姿啊 他身为最高的人 谁都不用理 就在比喻这只天鹅 充满着专横 以及越发的冷感 in different 就是不去理会 谁都不用理会 什么都不用理会 这样状态的天鹅 居高临下的在滑翔 在水上滑翔 condescend 现在英文里面比较常见到他的形容词 condescending 当形容词是形容一个人 居高临下的态势 这是一个负面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民主社会 大家都应该是平等的 你对人家居高临下就是看不起人家 但他这边当作一个动词 他滑翔 他在水中滑翔 水上滑翔 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决定 水对他而言是什么 什么都不是 反而是水 他对水而言 是一个表现敬畏与快乐的对象 所以他这边给你的意象是 天鹅是国王 水是人民 好 但是这个意象跟他要讲的 这个升华的死亡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死亡脱离羁绊的升华 就像是天鹅进到水上一样 人本是尴尬的在路上行走 不是他的应该所在之地 不是他归属地 但是进到水里之后呢 他突然变成国王了 这个就是他的领地 这个就是他应该所在的地方 那这首诗借由这样的比喻 要讲的就是 人 日常劳动的羁绊 这不是人类应该的归属 我们应该的归属是 升华之后不朽的状态 但是唯一脱离肉体的方式是死亡 另外一种方式是做艺术家 但是他这首诗没有提到艺术 一般人而言 唯一的升华方式是死亡 所以刚刚的讨论问题是 你觉得这两首诗在讲一样的东西吗 我们休息十分钟让你思考一下 回来继续讨论 好 所以刚刚的问题是 豹跟天鹅这两首诗 在讲一样的东西吗 豹这首诗讲的是一个受困的野兽 原本应该是升华的精神 他困在物质世界里面 短暂的看到了升华的世界 然后骚踪其事 天鹅这首诗讲的是一个被 所以城市 就是凡城的那个城市 羁绊住的人或是天鹅 成功的升华进到他 应该所在的地方 他有归属之处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两首诗的那个架构是 是一样的 就是出发点是一样的 但是豹没有升华成功 或者只有短暂的升华 或是他升华 但是我们在外面看不懂 看不到 但是天鹅成功了 而天鹅的成功 也给人升华的可能性 一个启示 我想大概是这样吧 那同时因为是关注的 两面关注的都是动物 所以 像第一首诗雕像 它就在那边 它是人赋予它 这个升华的可能 但是动物 动物本身就有它所归属之处 它的升华就不是人的升华 它的升华就是回到它的 这个野生自然的动态去 所以略有差异 我们只能用比喻的方式来看待 不知道对于这样的比较 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 好 我们这礼拜我其实选了五首 我不大确定为什么选了五首诗 第三首 Spanish Dancer 这首诗讲的是弗朗民歌舞者 弗朗民歌舞 它的课本其实下面有就是 它的字根来自于火焰 所以也有人就是成为火焰舞 那因为Teams播放影片 不顺畅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在那个 聊天区贴两个弗朗民歌舞的影片 你们有空可以自己 自己看 我那个影片 我那个影片其实点都帮你抓好了 好 我们看这首诗 弗朗民歌舞 它是西班牙的舞蹈 Spanish Dancer 它的整体氛围是一种 抑郁的欲望 抑郁的热情 所以一方面 舞者是充满 这个热情 但是他并不奔放 他是被压抑下来的 所以这舞蹈充满着很多 这个弯曲的手臂 踏脚的声音 裙子也是走 就是长载的设计 那舞者如果没有人帮他 这个伴奏的话 有时候他手上会拿着响板 一只手 就两只手各一只 然后就会边跳 然后边给自己配响板的那个敲击声 那传统配乐是 会有吉他 有那个敲击乐 可能是响板 可能是敲箱子 然后会有 有人唱歌 其实是一种 充满哀伤的歌谣的 那种配乐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礼乐课怎么去讲一个 我让我明个舞者 我刚刚刚讲那个裙子是 是狭窄的 但是他那一层是狭窄 但是外圈还会附一个很长有分层的一个就是群边 所以他这边才能说那个 在哪里 他这边有提到他的他的这边裙子他把裙子散开来散成火焰 就是用那个分有多层次的裙摆 好 所以我们来看就是看他是怎么描述的 他先是把舞者比喻成 match 这是火柴 kitchen match 这是因为以前火柴有分不同种 可能户外用的 可能这是厨房用的 这边是厨房用的 是小型的 就像是小型的火柴 在他周遭 on all its size 就是周遭周遭一圈 窜起 Dart这边是 Dart原本是窜跑去哪里 快速窜去哪里 这边是窜起 白痴的火焰 tong 这边是 a ton of flame 火焰 flickering 是晃动闪耀的 就是火焰嘛 才会真的就是 蹦开变成 大火焰 所以这个是火柴 烧起之前的那一瞬间 就像这样的意象呢 观众围绕着舞者 而这舞者加速的 加热的 他的舞蹈开始 像火焰一样闪烁 闪耀 在这个黑暗的房间里 所以这是一序曲 这是前奏 然后真的开始就是下一句 and all at once it is completely fire 一瞬间 全部都燃烧起来 甚至不是燃烧 全部都变成火 你说这东西在燃烧 中间还有一个东西在那里 但他这样子写 就是连中间那个都不见了 全部都只有火焰 从头到尾 有里而外 全部都是火 那这个就是燃烧起的关键瞬间 所以他用一句话 整个世界只有一句话 来强调这样的 这样的瞬间 他向上一看 他的等于是燃起了他的头发 ignite是燃起 烧起 而他旋转越来越快 把他的裙子散开来 fan 现在因为我们会说fan out 但是他这边意思就是散开来 变成热情的火焰 直到成为火炉 而从中像是受惊吓的响尾蛇一样 舞者长而未着衣的手臂 伸直 Uncoil Coyle原本是 这个字其实选的也很妙 Coyle原本的意思是线圈 铁线圈 譬如说 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瓦斯炉 那个上面那个铁线圈 就是用Coyle 所以也是跟火有关 那Uncoil就是从蛆的变直的 所以舞者的双臂 赤炉的双臂原本是蛆的 在这边伸直 Arouse 被引起 那这边K是指欲望 K是指火焰 都可以被引起的 而且在拍拍作响 应该说吱吱作响 我不知道 你们去听响板的声音就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高频的 轻的 一个 像是昆虫的 甲虫的声音一样 它这个就是响板的声音 在描述说手臂这样伸出来 然后再敲着响板 对 我给你们那两个影片 第一个影片 主要是在 我觉得比较能够传达 那个火焰的感觉 第二个影片 专门就是要让你们感受 响板的感觉 响板 但佛朗明格武用的响板 它有个专有名词 Castanet 手上可以拇指上 挂在拇指上 然后用手指跟手掌心去敲 好 所以 整个变成火了 然后向上看 头发燃起了 旋转了 群子散开来 整个火焰烧起来 然后手臂也出来了 整个被燃起引起 然后带着那个响板的敲击声 And then 接着 或是可以说然后 这个其实是转折的意思 已经要开始收尾了 所以这舞蹈要渐渐就是收进来了 就像是 这火 在他身体周围 太靠近了 太的是紧的 但是因为是 tight around 所以就是 挨得太近了 他把这火焰拾起 然后向外甩 Hotley是高奥迪 他把火焰拾起 就是他的裙摆实体 然后高奥的向外甩 带着一个 imperious 也是一个帝王之姿的意思 带着一个帝王的姿势 或是一个手势 一个动作 gesture 不容易翻成中文 它是一个动作 但是它动作的意涵 不在于 动作的效果 而是动作本身 所以譬如说 他前面像take 这个动作 就是他会拾起 他的裙摆 这个重点是裙摆 但是一个gesture 就是这个手势本身 带着一个 高贵帝王之姿的手势 丢出去之后 看着他 看着他那个火焰 就是他的裙摆 他躺在 就是那个火焰裙摆 躺在地表上 Raging 这边是指火 火持续在烧 Still blazing up 还在向上燃烧 And the flames refuse to die 就是不肯烧完殆尽 直到 舞者移动 充满了完全的自信 与一个甜美 Exultant 这边可以翻成胜利的 微笑 他 他原本是注视着什么 他原本是注视着地表上的 那个裙摆 他向前看 Look up 其实是向前 不是向上 从俯视变直视 他终于向前看 然后呢 用他强大 但是 这个细小的脚呢 双脚呢 把这火呢 踩灭 所以这舞蹈的收尾就是 在裙摆上敲两下做收尾 在裙摆 踩两下做收尾 好 事到这边结束 所以我想问你们的是第三题 Do you think someone who has never seen a flamenco dance w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or appreciate 赏识这首诗 你没看过佛老明哥五年 你看得懂这首诗吗 你能够感受到这首诗在传达的意象吗 我是看过佛老明哥五所以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班上有人没看过佛老明哥五的想要分享一下你们听完这首诗的感想吗 觉得有懂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原來大家都看過佛龍明歌舞啊 真是有文化的人 所以關於這首詩你們有其他的提問嗎 或是想法 我是覺得或許沒看過佛龍明歌舞也可以大概體驗這首詩想要傳達的是什麼東西 畢竟不管是什麼樣的舞蹈都是一個人與人在空間中發光發熱的一個活動 所以即便那個舞蹈的細節不大了解 但是一個人的舞蹈的過程從靜態到動態再回到靜態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只是說每一個由靜而動而靜每一階段的變化可能略有不同 那在這首詩的舞蹈就是由靜而動變得非常的迅速 突然就燃燒起來了 但是由動回到靜呢 又很難讓它消退下去 從這個變化其實也可以感受到佛龍明歌舞是一個什麼樣的舞蹈 就是一個就像我剛剛講的充滿著熱情慾望而難以而壓抑 但是所謂壓抑意思是說有東西想要出來你要一直把它壓下去 所以這個情感跟慾望從舞蹈的軌跡中一直試圖要突破 那舞者他要維持舞蹈的這個操控這個局面 他必須要把這個隨時可能迸發出來的情感要控制住 要把它壓下去 可以感受到是一個這樣的舞蹈 好啦你們有空去看那兩個影片 也許會比較容易去體會 好第五首詩我們其實可以直接看提問 因為這是哲學詩 第四題你覺得他在講什麼 第五題為什麼哲學概念 他是用詩又說他是用韻文 verse 為什麼不是用散文題 prose 為什麼一定要寫成詩所以這兩個問題 杜伊諾晚哥叫做杜伊諾是因為這是李爾科在杜伊諾這個地方寫的 很簡單杜伊諾是一個城堡 他那個時候認識一個朋友剛好有一個城堡 然後說你要不要聽說你要寫詩 你需要那個自己的房間自己的空曠 心曠神怡的環境你要不要來我的城堡 所以李爾科就去人家的城堡 而且去了兩次 應該不是應該說他去了兩個不同的城堡 第一個城堡在杜伊諾沒錯 他那個時候就有構思出 這本書是十首晚哥 總共十首 他整體框架構思出來了 可是他待在城堡的時間太短暫無法全部寫完 然後中間又隔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整整十年停比 是後來有另外一個朋友邀請他去另外一個城堡 然後歐洲馬很多城堡 所以他在另外一個城堡那邊終於靜下心來 然後把十首詩寫完了 但是名字還是取用杜伊諾這個地方 他叫晚哥 在哀悼什麼東西是什麼東西死去消去了呢 其實就是我們這幾首一直在討論的 稍縮極即逝的短暫的物質世界 對於他是為這樣的短暫性寫晚哥 那晚哥通常都是在在萬習原本美好的地方嗎 然後什麼現在死去的很難過啊 可是 李爾克的晚哥 越是 應該說每一首晚哥的結局都算是 正向的 不是哀悼的 那從第一首到第十首 每一首的格局越來越大 第一首的格局單純就是 藝術家來贖回短暫世界的意涵 就是我們說什麼 透過變成藝術的不朽作品 然後讓物質昇華 可以把它視為一種救贖 他對藝術觀是還蠻宗教性的 那越到後面那個格局越大 所以我們看第九首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不只是藝術 即使你不是藝術家 只要對於這短暫世界有所關照 就已經是賦予這個短暫世界的一個救贖了 好那因為他是哲學師 所以其實他的詩節 那總共兩頁 他的詩節區分的很清楚 所以我們就一節一節的來看 我一節一節的來念 然後念完一節來講解 The ninth elegy 第九首 為何 為何 這interval算是可以說是插曲 如果說這個存在的插曲 存在本身作為一種插曲 可以 可以 Bispend這邊是渡過 可以平靜的 以櫃冠的形式來渡過的話 那為什麼是櫃冠 Laurel呢 因為在古希臘的這個傳說中 就是變形劑 有一首我們沒有看 那有一首在講說 阿波羅 在追求一個 下面就是有講 阿波羅在追求一個精靈 叫做Daphne Daphne她不願意 所以 呃 向阿波羅祈求就是饒了我吧 那阿波羅最後就折中方式 把他變成櫃冠書 所以 呃 精靈雖然不是人啦 但是他不像那個奧林帕斯山的 那個神奇那麼樣的 強大 所以比較接近人 就立爾科用這樣的意象 如果 可以用櫃冠的形式 度寧靜的度過這短暫的存在 然後接下來他去描述櫃冠 比其他的綠稍微暗一點 然後夜圓 on the edges of every leaf 夜圓 有小小的波浪 這波浪就像是微風的 呃微笑 所以他描述這個櫃冠就是 都是很正面的描述 對不對 寧靜的 微笑著微風的很好的很和平的 很令人嚮往的 如果可以用櫃冠的方式度過余生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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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必須要成人 而我們既然逃離了命運 為什麼還要對著命運向往 想要完成命運 那這邊的命運其實就是死亡 Fate 人們的意思是一個終點 那人生的終點就是死亡 所以我們有被賦予生命脫離的死亡 為什麼還會繼續想要死亡 那說想要死亡 這個可以連結就是天鵝那首他講說 事情一直忙不完的羈絆 不是我們真正的歸屬 我們真正的歸屬是死後的生活 所以對迪爾克而言 人生的不滿 不是因為你生活狀態不夠好 不是因為你交的朋友交的伴侶不夠好 而是活著本身就有一種 缺乏歸屬的感覺 所以他這首詩的哲理問題就是 既然可以不成人 那為什麼得成人 那個意義在哪裡 人生為什麼要度過這短暫的餘生 下一詩節 Oh, not because happiness exists that two hasty prophet snatched from approaching loss not out of curiosity not as practice for the heart which would exist in the laurel too 所以他先是給我們 跟我們討論一些常見的答案 然後一個一個否決掉 首先第一個否決的是為了快樂 他說並非強調並非 邪體強調並非因為快樂存在 他強調存在這個意思是說 不能說有快樂 我們人生就值得 我是這樣講的 為什麼呢?下一句解釋 快樂這個東西是 一個太過急促的收獲 這邊profit不是盈利 這邊是販子所有有價值的東西得到的 所以是一個收獲 而這個收獲是從 逼近的失去中搶過來的 snatch搶過來的 所以他把快樂比喻成 像是一個附属的東西 如果整個人生都是一個失去 那你趁失去到來之前 搶到一點快樂 迅速搶到一丁點的快樂 那個比例上就是 抵不過整體的失去 所以答案不可能是因為人生有快樂的存在 那另外還有其他一些答案 Out of curiosity 出於好奇心 我們出於好奇心成為人 你看看這世界長什麼樣子 就是對列科顏色的答案也是很弱 也並非是為了心靈的練習 practice for the heart 那這邊的心靈比較像是靈魂 人死後昇華 尤其基督教的世界觀升天之後 靈魂還存在 是永垂不朽的 所以並不是為了讓靈魂有所體驗有所練習 為什麼呢? 列科說 因為心靈在桂冠中也存在 對 在那個希大傳奇神話中 Daphne變成桂冠之後 還是有一個靈魂的 不是靈魂的 希大人不講靈魂 還是有一個內心的 內在世界的 在古希大神話中 變成植物 還是有人的內在 如果你還記得那個墨藥的故事 那個 那個女孩變成墨藥之後 她還能夠生出她的 她的兒子 所以變成植物 內在還是人的 所以列科說 這不是理由啊 你變成桂冠 你也可以讓心靈 這個 進入世界去練習啊 那到底為什麼要活著呢? 要體驗這個短暫的人生呢? 但因為 但是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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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提供什麼 呢? 因为真正的 处在这里 在这里存在的 这件事情是如此的 多 如此的保益出来 is so much 无法南瓜 因为这里的一切 everything here 似乎需要我们 没错 就是这个短暂的世界 fleeting就是稍纵即逝 这稍纵即逝的世界 他用某种奇怪的方式 这边奇怪不是奇怪 这边奇怪是莫名的 难以言语的 他用某种难以言语的方式 一直向我们呼唤 一直呼唤着我们 就是我们 这个最稍纵即逝的 这个存在物 所以到这边 他的意思就是 世界稍纵即逝 需要我们 下面会讲为什么 还没讲 但是我们也是 稍纵即逝的存在 两方 世界跟人 都是稍纵即逝的 但是世界却需要我们 那个却的感觉 那个意外的感觉 出现了在 他的重复的地方 比如说原来叫你干嘛干嘛 你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会说 我吗 你是说我吗 那种重复 就是表示他的惊讶 重复的地方 everything here this fleeting world 然后两个讲的是同样的东西 这是一种重复 calling to us 然后us也重复了 fleeting也重复了 充满着惊奇惊讶的一个反应 once for each thing 每样东西只有一次 仅此一次 没有第二次 我们也是 仅此一次 之后再也没有了 但是有过这一次 存在过这一次 完全地存在 即便只有一次 有过雨 earth有很多意思 土壤 世界 地球 这边应该是世界 但是那个其他 英文是这样的 你用一个字 它的含义都还在里面 所以你说世界 它用earth 不是用world 因为它同时也 让你想到土壤 让你想到大自然 所以 能够曾经跟世界 合为一体 to be at one with 有过这样的经历 似乎是超越了 能够收回的范围 to be beyond undoing beyond 在这边意思就是否决 无法 无法 返回 悔改 现在用电脑 undo 就是修复 就是收回上一个动作 一旦做了 无法 无法变成 没有去做一样 也就是说 一旦我们跟这个世界 能够真正的 稍纵即逝的 有过何而为一的体验 这个体验本身是 永久的 永垂不朽的 好 那怎么个 何而为一的方式呢 and so we keep pressing on trying to achieve it trying to hold it firmly in our simple hands in our overcrowded gaze in our speechless heart trying to become it whom can we give it to we would hold on to it all forever ah but what can we take along into that other realm not the art of looking which is learned so slowly and nothing that happened here nothing the sufferings then the sufferings then and above all the heaviness and the long experience of love just what is wholly unsayable but later among the stars what good is it they are better as they are unsayable for when the traveler returns from the mountain slopes into the valley he brings not a handful of earth unsayable to others but instead some word he has gained some pure word the yellow and blue jenshin perhaps we are here in order to say house bridge fountain gate pitcher fruit tree window at most column tower but to say them you must understand oh to say them more intensely than the things themselves ever dreamed of existing isn't the secret intent of this tacitern earth when it forces lovers together that inside their boundless emotion all things may shutter with joy threshold what it means for two lovers to be wearing down imperceptibly the ancient threshold of their door they too after the many who came before them and before those to come lightly how soy way了能够 与世界合而为 我们持续坚持下去 努力去达成 試圖用我们 简单的双手 稳稳 稳稳的掌握住 这个simple很重要 简单的双手 没有超能力的双手 就是你我一般的手 呃 用三个不同的东西 用三个不同的东西 试图去稳稳掌握它 第一个是简单双手 第二个用我们满溢出来的注视 overcrowded gaze 我们的注视当中 充满着精神 overcrowded可以形容一个地方 人太多 那这边就是眼神充满的精神 溢出来的 用我们 无语的心灵 这边无语是正面的 就是说他内心是一个直接纯粹的东西 用语言就等于是把它限制住了 你仔细想想就是人生中有多少事情是难以言语的 无法传达的 只能意会无法传达 所以语言可以说是一种限制 所以我们试图用双手用注视 用心灵好好掌握住这个和而为体的成就 试图成为这样的成就 一旦和而为体 你就不是你的嘛 你跟世界结合起来就是一个新的东西了 试图要成为这个东西 而一旦掌握住了 我们又能给谁呢? 就我们一旦和而为一了 就是能够干嘛呢? 我们看是要 永远抓着这个和而为一的状态 啊 但是我们能够带去下一个世界的又是什么呢? Other realm 是一个领土领地领域 这边 The other realm 就是下一个世界 就是死亡后的世界 升华后的世界 我们 又能把什么东西带入升华后的世界呢? 不会是观看的艺术 就是他这边说 overcrowded gaze 就是观看的艺术带不过去 Art这边不是艺术 观看的记忆 那个能力 带不过去 而这个能力又是学得如此缓慢 就是说我们中期一生都在练习去观看去注视 但是死后生完后却是带不过去的 而这里发生的一切也都带不过去 什么也带不过去 那么就只剩下苦难了 苦难能带过去吗?可以 以及 以及更甚者 Above all 最重要的 沉重 以及 爱情漫长的体验 你还记得利尔克他情场上非常就是失利 所以对他而言 爱情是一个漫长的体验 是一个受苦与沉重 当然 对于大部分而言 爱情也是有受苦的一面嘛 是一个 欢欣鼓舞的苦难 那个 又想 爱着人家 然后 就是爱到心痛 那种感觉 这些 完全 holy ho 完整的嘛 完全 无法言喻的东西 正是这些无法言喻的东西 just 就是 才能够带到下一个世界 但之后呢 在重心之间 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 what good is it? they 重心 are better as they are 重心物质就比我们能够带过去的这些东西还要更好 因为他们本身也是无以言喻的 重心是 极尽的 呃 这边打了一个比喻 当行者 旅者 从山坡上 进到山谷 他带来的 并非一手的土壤 二字这边就是土壤 这个无法向他人言喻的土壤 他反而带的是某一种他新得到的单字 某一种纯粹的单字 对很多诗人而言 所谓纯粹的语言 是一种理想 我们上面说语言有其限制 甚至是一个限制性的东西 但是大家总是想往着 如果能够找到一个纯粹的语言 就可以达成理想的沟通 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沟通 这个就是我们圣经读到巴别塔 有没有 人类上帝把人打散 然后分成不同语言 巴别塔之前的语言 被视为一个纯粹的语言 所以他这边讲说一个旅者 他试图带回来的 不是物质性的土壤 而是一个纯粹的单字 譬如说 The yellow and blue gentian Gentian 是龙胆 一种花 所以他这边说 像是你讲的不是花 你讲的是花的名字 正其名 不是花 是龙胆 花太空泛太模糊了 那个纯粹的单字 所以藉由这个比喻 前面讲说很多东西带不带 没法带到下一个世界 还能够带去下一个世界的也没什么用 所以那要那要这个我们活在这短暂时期的意义 到底是哪里呢 藉由这个女者的比喻 或许跟语言有关 或许我们在这里 目的是为了能够说 房子 那是桥梁 桥梁 水池 这是喷水池 对喷水池 柵栏 玻璃水瓶 这是那种大缸子那种就是倒茶的那种玻璃水瓶 水果树 窗户 这些都是非常扎实的名词 非常物质性的名词 顶多at most 能说的是 圆柱column 就是建筑物的圆柱体 tower 高塔 为什么这两个叫顶多呢 因为这已经渐渐脱离纯粹物质的 这个单字已经没有那么纯粹了 Column已经不只是一个形状 它还有一个建筑功能 tower也是不只是一个形状 它还是建筑物的一个部分 它有它的含义 越来越不单纯的 但要能够说出它们 你必须要理解 完全彻底的理解 啊 这样子才能够说它们的那个强力强度 胜过 超过 东西本身 梦寐以求的存在强度 翻成中文就是这些东西本来就在那里 它们的存在强度已经固定了 但它们即便能够提升自己存在的强度 它们梦也梦不到 我们用纯粹的语言能够赋予它的存在强度 我们之前说什么什么那个雕塑有没有 艺术家把当把它变成艺术作品 让他让那个大理石升华 这边已经不只是艺术家了 人 只要用意志跟意识去好好的指导黄心去认识一个东西 说出它的核心这个存在样貌 就是赋予它更强力的存在 这个就是为什么它上面写说世界需要我们 这个静默不语Tacitor是话少的 这话少的世界 秘密的用意 不就是 当它把恋人这个凑在一起的时候 在恋人无限敌感之中 让万物能够因快乐而颤抖 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所以它这边又把从纯粹语言转变成爱情 爱情是什么 就是两个人之间有一个很神秘的关系吗 两个人如果没有互动 你看不出来是陌生人还是爱人 这完全是一个主观的一个 升华的状态 所以它把爱情当作一个范畴 在这个范畴里面的东西得以升华 就像是赋予东西一个纯粹的名字一样 那在这边升华的比喻就是因为快乐而颤抖 充满着快乐 下面给一个另外一个意象 门槛 两个恋人 以无法察觉的方式 把他们门的古老门槛 渐渐磨掉磨的 这件事情的意涵 或者好 他们这两个恋人 也是 跟随在 众多的前人 而在他们之后还会有来者 但这样的磨神是如此的轻柔 如此的轻微 所以我们已经渐渐进入这个 关键的概念了 如何达成不朽呢 如果恋爱状态是一种不朽状态 一种升华状态 它对于事业的影响 就像是两个恋人 把他们家门口的门槛 每天踏一脚 每天踏一脚 今年累月渐渐把它 踏出一个凹来了 那不可能 人一生太短了 但是如果之前的恋人 也这样子踩 如果之后的恋人住在这里 也这样子踩 今年累月踩得出来那个凹 也就是他用这样的 磨损的意向 来比喻 人给物质的升华 这种磨损是一种影响嘛 人的 这两个人住在这里 是因为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的爱情 磨出了门槛的凹陷 所以这个意向就是在讲 人如何可以让物质受影响 而这个影响就是一种升华 好吧 主要概念讲完了 我们时间不多 它下面主要就是在程式上面的东西 我带你看两个两个关键地方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哪里 五十五到五十七 这边 首先 他说人 让物质升华的 要展现给谁看呢 就是要把这个世界展现给天使看 什么天使 这个就是他上面讲重心 五语永存的那个重心 的天使 就是在那个中世纪的想法当中 天使上面的天上的重心就是一个一个都是天使 所以他这边天使就是指就是重心 他说 你再称颂这个世界 都无法让他留下印象 因为他实在是太高尚 离这个短暂世界太远了 在他拥有力量的宇宙里 你是一个出生之独 novice 初学者 那能够如何影响他呢 就是用上面那个门槛的意向 Show him something simple which formed over generations lives as our own near our hand and within our gaze 你要给他看的是一个 一带一带去形塑的简单东西 形塑完之后 他的存在就像是我们的东西 就在我们手边 就在我们注视之下 这是什么呢? 要告诉他们 东西的存在 我们附他存在语言 我们用爱情用经典累月去磨损 去让他升华这些东西 he will stand astonished 他会因此而感到惊讶 因为天使是有谁不朽 他就没有变化 他一直都是那样子 但是人类却能够让东西升华 这个是我们存在世界上的意义 勒利尔克言是这样子 好,那为什么用诗呢? 相信你们这短暂有体会到就是可以用多人意向 可以用语言的性质 譬如说重复性强调性质 而且可以少很多很枯超的论理 他这样的这种哲学观 你用干燥的逻辑去讲 真是太可惜了 对于世界万物的晶体 赋予它升华 这样的变化是如此奥妙的 怎么可以用枯燥的逻辑去论述它呢? 所以他才用诗来写 OK,今天到这边 你们想提问吗? 或是期末考有没有问题? 老师 是 我上离拜被寄矿课 可是我有上课 好,你是谁? 10-421-303-0-0 好,我等一下去确认一下 好 还有其他问题吗? OK,那正学期到这边结束 祝你们美好的人生 未来对文学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来修我的课 拜拜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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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人很高兴 再见 比较宝宝 好,他要先做 好看 好,我们没有带一件事 好的